大甲区孟春社区内有一座联合服务中心 原本里头规划长照2.0 但因为空间有限 只有事办两个多月就被迫停办 为了满足营法长辈需求地方明代 成功争取到前瞻计划补助 加上市府编列配合款 一共2400万元 将在服务中心旁扩建一层楼建筑 未来也将导入长照服务据点 让社区长辈都能获得妥善照顾 在思议的带领下 众人一同起伏助到 坐落在大甲区孟春社区内的联合服务中心 原本里头有规划长照2.0 但因为空间有限 仅事办两个多月就被迫终止 而逐渐在地方明代的多方争取下 将展开扩建工程 我们长照2.0事办两个月 因为没有地方 每一次空间太小 然后又要到户外 户外又因为交通非常的不安全 所以因而停止 所以我们才会极力希望政府 能够市府 能够帮我们尽量速度快一点 把我们的活动中心盖好 冰代表示 为了满足英发长辈的照顾需求 这次顺利争取到前瞻计划补助 加上市府编列配合款 一共有2400万元 将在服务中心旁 扩建一层楼高的建筑 未来也会导入长照服务据点 希望让社区长辈都能得到土善照顾 那未来这个地方盖好之后 除了一般的民政的服务业务之外 还可以让社区在这里办华东 作为长照关怀的这个据点 甚至老人家一些长青学院 来教这些老人家上课啦 学各式各样的东西 变成一个很多功能综合性的一个空间 希望借助这个中央的前瞻 以及台中市政府所编列的预算 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的乡亲 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些的这个照顾 我们也希望以此这个经验 能够逐步的在海线 推动更多的联合服务的据点 市府也表示 过建的建筑面积大约有227平 预计最快在明年底就能完工 而届时除了提供社区长辈使用之外 更规划有24小时失智长者的照顾服务 也期盼可以透过资源挹注 让长照服务更落实在地方上 接着春风和台中采访到